爸爸病了? 爸爸得了什么病? 肝癌 肝癌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和爸爸一起去医院我听到的 那爸爸在没有病之前对你好吗? 好 病了之后 我爸爸就都没有以前那么搭理我了 就没有以前那样对我说话 你有妈妈吗? 没有 一直以来就是爸爸 你今天到这个舞台上来 是不是想要告诉爸爸说不要把我送走 是的 你跟爸爸在生活当中这样说过没? 有过吧 他怎么说? 爸爸说他得病了 是迫不得已的 那既然爸爸没有能力没有健康的身体来照顾你 把你送到好人家 爸爸也是为了你好啊 你为什么不愿意去呢? 因为我爸爸正病着 没人照顾他 爸爸一个人在家里会孤单的 被孤单 带哲博 带哲博十年前收养了被父母 遗弃在街边的女婴 娶名彬彬 为了让女儿过上更好的日子 带哲博将彬彬交给亲戚 只身去到长沙工作 疑似意外 带哲博失去了双眼 虽然带哲博再也没有机会亲眼看到冰冰的成长 却一直在用生命 呵护着这个捡来的孩子 史实难料 2013年 带哲博被查出患上恶性胆囊癌 为了女儿的清楚 带哲博通过当地媒体 寻找合适的人家 收养自己的女儿 新闻发出后 很多好心人联系带哲博 希望收养彬彬 自从家里不断有人来谈收养之后 带哲博日渐冷淡 相依为命的女儿彬彬 是因为带哲博找到了合适的人家 要故意冷却之后的浓烈的亲戚 还是因为带哲博有什么其他的打算呢 面对相依为命十年 却很有可能马上成为别人女儿的彬彬 父亲带哲博 会来到今天的告白现场吗 你喜欢爸爸吧 喜欢 你想跟他过一辈子 想 但你将来还要出嫁呀 我可以把他一起结到我娘家去 一起结去 你知道你的亲生父母在哪儿吗 不知道 你想见他们吗 我想 为什么 因为他从小就像我 如果你发现你没有能力爱你爱的人了 比如说他和他父亲 他没有健康的身体了 也没有经济来源 他只能眼睁睁的把自己的女儿送给别人家去抚养 而自己是能有孤独的存在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难道他对这样的做法不该被理解 除了这个办法 他又有什么别的办法 女儿也不想离开爸爸 爸爸也不想离开女儿 如果是经济上的原因 是需要生活上照顾的原因 我觉得这是社会的责任 应该有一些公益组织 包括我们所有的人 给他们一些关爱支持 帮助他们度过难关 而不是让他们骨肉分离呀 你希望待会这些叔叔阿姨怎么帮你 让叔叔阿姨求我爸爸别把我送走 这让人听得心里特别不舒服 我们要考虑到现实的问题 但是也一定要告诉他 就这样一个女孩 就连我们看了都男哥男子 还有什么迈不过去的坎儿 我们待会帮你 好吧 谢谢 我们待会站在这 来 站在这个按钮旁边 如果爸爸今天来了 但他还是坚持要把你送给别的人家 你怎么办 你是去还是不去 不去 打死我也不去 我不想离开爸爸 倒数五个数 看看冰冰的父亲会不会来到现场 好吗 五 四 三 二 一 你是我的眼 带我领略实际的变幻 你是我的眼 带我领略实体的变幻 你是我的眼 带我阅读浩瀚的书海 因为你是我的眼 让我看见 这世界就在我眼前 来 慢点这里有个台阶 把脚抬起来 带先生 满面的愁笼 您知道今天来是干什么呢 我今天来是带了一个夫妇 是无能以后 也把她送走的 我现在不行了 不做手续 只能活到两三个月 做手续的话 也许会死 也许会活下去 其实大家也都能看到我 因为我和常人不同 比如说刚刚 我从那个位置到这 都不能自己行动 26年了 都是我爸爸一个人在照顾我 我每天吃饭 上厕所 所有的事情 都要由我爸爸 来帮助我完成 拿纸来给她擦下额头的汗 自己可以吗 可以可以 她擦发汗都很困难 因为她这个肘部的关节 是变形的 不像我们可以这样 她要这样 你妈妈呢 父母离异了 因为小的时候 对 那你们家里的经济来源 主要来源于父亲 我和我爸现在的收入 就是只低保 带有一些就是 我可能偶尔会接一些 小的演出 你有工作吗 我现在没有工作 但是我振奋着这个 从事的这一方面的行业 比如说 就刚才的这个表演 表演和唱歌的这个行业 你还会唱歌啊 对啊 那你给我唱一首 当然可以啊 那来来来来 听一下 我知道 她不爱我 她的眼神 说出她的心 我看到了她的心 还有别人逗留的背影 她的回忆 你清楚的不够干净 我看到了她的心 演的全是 她和她的电影 她不爱我 情观如此 她开始迎走了 我的心 谢谢 你很难相信 这样磅礴的声音 是从这么小的 身子鼓里发出来的 唱得真不错 这也跟锻炼有关系 真的 你平时在生活当中 不跟父亲 表述自己的感激之情的吗 主持人 您跟您父亲说过 谢谢之类的肉麻的话吗 我 我没有跟我妈 跟我爸说过 我爱你 但是我跟我父亲 会搂着肩膀说话 这个就是男人之间的 这种表达 我今天来到这个舞台的目的 就是想说 其实男人之间 也可以有真情 就是既然爱 那就大声地说出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